第一有被夾了一下 被陈静寰直接甩出去 敵队球员遭到猛推 硬生生被撞倒在地 前台中太阳球员陈静寰 打球争议暴不停 甚至卷入迁堵风波 陈静寰与友人对话记录曝光 他向友人透露 他们讲好要买会跟你说 有人回应比赛前已经出货 陈静寰还回说你们这些人偷偷来 涉嫌迁堵证据曝光 陈静寰被球团下令离队 更可能遭开罚千万 永远不得进入联盟比赛场地 而千赌风波还越演越烈 PTT论坛高度讨论说 还有千赌球星在2020到2021赛季 曾带过PLG 如今效力T1联盟 有大批球迷自扮柯南 洋洋洒洒列出可能涉案球员 光是台岗猎音就有吴戴豪 简伟如郭少杰被点名 还有台新战神林一辉张跟玉 台中太阳队林明毅 就连直来老将中信特工曾文鼎 也在名单之中 没有听说这件事 合约里面就有他们的规定 所以我们就是照着做 就是不要管外界 我们做好自己就好了 同位SBO黄金世代 资深球星简号呼吁球员 洁神自爱 身兼球团的董事长 退休球员田磊也同样喊话 只不过语气中也是满满无奈 爱惜自己的羽毛 对啊就是 就算是个人行为 就还是要去多加注意一下 因为这还是会去影响到很多 后面的一些发展嘛 还有知情人士透露 除了本土球员 涉案的还有洋将防护员 根据了解 蓝鞋已经掌握名单 近期就会出手肃清 直蓝千堵 风波延烧 只怕还有更多未爆弹 这一新闻中文报道